好院長各位大院委員 我想今天是疫後條例的這個三讀 那但是我還是在這邊先提出 跟各位報告的數據 近五個月以來 我們一年以上公債未償餘額 又增加了1450億 已經達五兆八千四百四十八億 平均每一個國人負債26萬 我必須還是要跟各位報告 其實這次3800億 等於是一個不是那麼特別的 特別預算又編了出來 那民眾黨在這邊 我們也要堅持的一個觀點 就是財政的這個紀律必須要被維繫 我們在這一次民眾黨裡面有期案保留 其實我們所關注的重點都在於 我們到底是不是錢花在刀口上 我們是不是有不當的一些撥補 還有我們到底財政紀律 是怎麼在維繫這件事 首先這次挹注台電五百億的這個項目 再次違反了政府本來應該是在總預算中 去公務預算中去編列的這樣子的一個原則 反而又是把它一個不應該是因為我們錯誤能源政策下的這個產物 所造成的一個惡果現在又要由全民來負擔 而且我們也要問這樣子的這個五百億的撥補就能真的救了台電嗎 還是又造成了真正該花錢在比如說勞保健保這些真正有異於全民的這樣子的一個公共基金 反而可能岌岌可危的狀況下卻不能得救的一個問題 那現在我們也必須強調其實整個我們現在的這樣的一個超生的這個稅額 其實它真正應該用在就是在於清償這些相關的債務 尤其像勞保健保其實概念上也是一種潛藏負債 其實這才是錢真正應該被用在刀口上的這個地方 另外其實在這一次的這個保留案裡面 我們也有看到像是在這個特別預算中竟然還編列了十三億五千萬元的這個預備金 其實我們也要必須問既然是已經是一個這樣子的特別預算 預備在哪裡 他還要預備什麼 這這更是一個腐爛的這個編列 所以本黨當然也是主張應該直接把它刪除 這一次其實認真講國家很不容易有了一次的這個超真的這個稅收 其實這樣子的這個寬余資源並不會是每一次都會存在 我們必須要善用 那除了我們把經濟果實回饋給國人之外 另外其實對於各種的潛藏的債務或者是勞健保這些 這才是應該錢被花在刀口上的地方 剛才一開始就已經報告了 我們的公共債務其實在短短五個月又增加了一千億 我們不去救這些反而還是如果還是繼續進行大撒幣的方式 其實這對國家的財政而言確實是一個非常大的這個損傷 所以我們民主黨這邊堅持財政紀律的這個遵守 這才是真正對國人最有益的部分 謝謝